第十一期這個藝廟主文定期 到今天的下部六點結婚 最少包括你的第二期 跟這個冰天的第一期 不過這位中心在晚上緊急 來選佈說這個冰天這個主文 因為不清楚說過得很好 所以再來開一項 就是現在變成四十四歲以上民眾 在這位主文冠軍來做 目前全台都冠軍在主請願藝廟 有請這位中心十一 在暗時經濟傳播第十一期 BNT藝廟有用 不如五期 所以除了十八歲以上 第九雷對象 十八到十一歲 又增加四十四歲 醫生民眾都能有用 有用時間 夜宴兩至十三 禮拜三 會保六點結束 技術表示民眾出現 沒有要做的完全價值 不過正體來說 做藝廟 要是好處比較多 可以降級重新到死亡了 第一次得到新冠病毒感染 在沒有疫苗接種的情形之下 就是有百分之二十 重症 百分之二到四的死亡率 因為國內疫情 等候外界關心 疫情境界一期三時 能降到一期 指揮官 但市長之前在立法院 透露降級 需要科入不兵感染官 醫療應變冷靈 民眾尊重度 跟國際疫情的變化 不過有專家 政委 疫苗煮兩期的注射率 跟每天感染金屬 這次降級關鍵指標 專家強調新冠北斗 已經漸漸慶政化 跟北斗強尊 已經只做社會出席 就算疫情境界 降級 民眾會在那種嘴巴多好 這會中心表示 五前國內疫苗 僅靠注射率是五十八點七幾% 會國會要轉開 更大型的注射機會 希望在今年年代進行 每次疫苗第一期注射率 落下的目標 記者綜合報道